好 弊案的影响真的这么大吗 现在评估蓝营如果最糟的情况之下 原本六都可能最后只剩下一都 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那天王来复选没有效吗 天王本身有不同的特性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王金平就复选 他的优势在哪里 第一个 他很好腰 你腰了他大概都会到 他不会拒绝 因为候选人很忙啊 有没有加分 拒绝总部也很忙啊 他的加分在哪里 因为王金平如果来了以后 在南台湾当然比较有效 最重要是王金平企业界关系很好 王金平来了 你的募款会比较容易 你可以跟他哭穷 王金平就会帮你去想办法找到 愿意帮你募款的来源 所以王金平的功能是在于粮草 那朱立伦的功能在哪里 就是票了 就是人气了 他现在是国民党里的王牌 他到了 即使到了中南部 基本上朱立伦还是 所谓的国民党的西票机 还基本上国民党很多的人会说 今天未来国民党的王牌 16年最可能帮国民党保住江山的朱立伦到了 每个人都想去看一看嘛 所以场子就不会冷 所以朱立伦的功能就在于人气 在于票 在于是场子能够热 场子热 媒体一照就漂亮 可是会不会梁草他也有吸金的功力 所以跟王金平比他更好 他的吸金功力比王金平 当然啦 他把场子营造的很热的话 当然在吸金上面当然是更好 锦上添花嘛 那至于吴敦毅的话 吴敦毅呢 基本上没有王金平这么好腰 但是也比过去的马英九要容易的腰 所以不会增加竞选团队很多的困扰 跟浪费很多的时间 那吴敦毅口才很好 闽南语讲的又好啊 所以吴敦毅一上台的话 他讲个20分钟 30分钟 事实上也能够使场子能够热起来 而且吴敦毅讲话很幽默 不像马英九讲的话 要听起来大家在下面都很想走开 所以就是说他们各有各的优点 所以我们不要让个天王 任何一个天王给他太大的一个责任 那么每一个天王的优点合在一块的话 选举就是叫人人好嘛 如果有很多天王要来跟我站台 何乐而不为 我当然高庆啊 来得越多越好啊 那重点当然这些天王都必须要 不要自台身价 然后不要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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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邀他 邀个三个月 然后还要你牺牲某些活动迁救他 过去马英九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现在马英九才没人邀嘛 不过之前真的是六都 现在可能只有一都了吗 有这么告急吗 因为你看 马英九现在整个大环境是 当然政绩不是很好嘛 第二个他的政策 每次要推出来就完全被打枪 完全被阻挡 然后不跟你讲道理 不给你机会说明 然后完全没有 你看资金区 然后福茂 然后所有台湾 可以稍微让他有点表现的机会 都没有了 再来就是连环报的一些贪污 但是我必须讲哦 你把陈水扁执政的八年 加上马英九执政到现在的六年 那个政务官已降 所有的贪污比起来 马英九还是比不上陈水扁厉害啦 那个贪污的那个官员的比例 这个人员之多 绝对远远比不上陈水扁 但是你看现在整个这样的 氛围下来就变到处都都在点火 到处都危险 是否认选情是告急是这样吗 已经是底部深不可测了 基隆你看黄简泰搞这一团 当然以他调阿咖基层的实力 当然还是可大有可为 可是他影响了到了不只是基隆 而是整个的国民党的观感 好台北市连胜文 现在很危险 那新北市朱立仁卡在说 是他选还是别人选 他选当然可能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别人选的话 本来是小赢的 现在变成可能是五五波了 那桃园无智阳 因为受到夜市文案的影响 当然气势又弱一点 但不至于落选 苗栗 徐耀昌 一审有罪耶 天哪 然后台中胡志强 十三年变十七年了 所以我们也谈过了 那南投李朝青也是有案耶 然后再来 现在是李明珍 对对对 但是他会影响嘛 就是他他有案子 所以下面现在选择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要持续讨论的是 张志军国台办主任 要来台湾访问了 那么本土社团真的要来呛下吗 马上回来